白宫持续商讨疫苗分配并对新疏困法案保持乐观 美情报总监发文称中国是二战以来最大威胁 美国众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 12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特朗普总统表示新的疫情纾困法案很快就会出炉 而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则前往田纳西州商讨新冠疫苗的配送事宜 距离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 是的我们知道之前国会通过的经济纾困法案即将在12月底之前就会失效 那么在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之前曾经表示说 有希望在年底之前能够达到新的纾困方案 那么在7月4的上午呢他又以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通过了电话 两人商讨了在两院之间达成一个新的共识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中午时候在白宫的统一行办公室当中 颁发荣誉勋章给圣母大学的美式足球队教练卢霍兹 那么在颁发勋章的这个仪式过后呢 特朗普总统就被问到说麦康奈尔参议员这个说法是否准确 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支持新推出的纾困方案 特朗普总统对此做出了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 而美国劳国务部星期四的上午呢也发表了最新的就业报告 在这个份报告当中显示呢 在上个星期有71万2000人第一次申请了失业救济 那么从年初以来 现在还有555.2万人在领取失业的救济金 那么此外呢 那彭斯副总统在新一四呢 则是前往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来商讨 这个开领取会议来商讨这个疫苗配送相关事宜 那么美国的疾病管理预防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 还有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都陪同前往 那么参加这个领取会议呢 包括联邦快递公司的几位高管 包括他们的执行官弗瑞德史密斯 营运长苏布拉曼尼安 还有这个他们其他的高管都参加了会议 那曼菲斯市呢 是联邦快递的总部 所以看得出来呢 白宫现在可能会希望联邦快递 也能够加入疫苗配送的行列 那么12月3号跟4号呢 联合国将会举办新冠疫情跟疫苗的特别会议 包括了美国的这个首相 英国的首相约翰逊 法国总统马卡龙 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国的元首也当会与会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都说美国的一位不居民的官员表示 担心在这个会议上面呢 会成为中国宣传的工具 宣传的场合 那么呼吁呢 在各国这个元首在与会的时候 要特别关注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应 好了 好的 感谢姚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表声明 限制中共党员及其植锡金属赴美旅行 国务院说这项举措的目的是 保护美国免遭恶意影响 中共通过宣传经济讹诈 和其他不可告人的活动来影响美国人 这一新的政策 把给予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 B1 B2签证的有效期 从10年减至一个月 纽约时报报道说 新的签证规定 会加剧两国在贸易 技术和其他诸多方面 已经持续数年的冲突 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这项举措将对中国高层政界和商界领袖造成打击 而不是为了在商业和艺术等其他领域获得优势 而入党的数百万较低级别的党员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 周四下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 强调中国对美国带来的全方面的威胁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真记者文浩来介绍 文浩 好的卡拉 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 拉特克里夫是直接在开头 就把中国叫做是自从二战以来 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 同时也是美国今天面对的最大威胁 并且透露说他手上的情报显示 使中国试图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 压倒美国和整个世界 随后他在文章里是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上的盗窃 抄袭美国企业的科技 在全球市场上替代美国企业 他还提到了不久前 一名哈佛大学的教授 因为隐瞒参与中国的千人计划 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 并且表示中国在美国校园内 进行的间谍行为非常的频繁 另外拉特克里夫还写到 中国通过偷盗美国的敏感国防科技 来武装自己的军队 同时在太空领域 是迅速发展领先世界的科技 在过去的一年中 美中的科技战是进行的非常激烈 拉特克里夫也是在文章里表示说 中国的情报部门 利用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 进行恶意活动 并且是通过5G基础设施 收集情报和用户隐私 另外他也是再次提到了 他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的 说中国对美国国会议员 进行的针对性活动 是俄罗斯进行的6倍 伊朗的12倍 在文章的最后 拉特克里夫是认为 世界应该在自由民主和中国政府的 专制主义当中二选一 他呼吁美国的领导人 摒弃意识形态的不同 和党派间的矛盾 共同来解决来自中国的威胁 在文章发表后 拉特克里夫在接受 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 是呼吁接下来的拜登政府 需要认识到 他说中国只有中国 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那么今年以来 我们看到了不少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发表对中国的强硬讲话 那么除了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顾问纳瓦罗以外 以处理国内事务为主的司法部长巴尔 也是在7月的一次演讲中 强调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给美国带来的威胁 那不久前呢 特朗普当局是曾经向美国之音证实 是将在数周内继续出台对华强硬的政策 那么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的这篇评论文章 可以说是与白宫的语调保持了一致 那以上就是事态的最近发展 卡拉 好的 感谢文浩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12月1号和2号两天 通过视频参加了北约外长会议 会议由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主持 国务卿蓬佩奥与盟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颇具成效 他强调了中国给盟国的安全带来的威胁 并鼓励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恶意活动 蓬佩奥与其他北约外长还探讨了多项关键议题 北约外长们还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外长 就黑海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的讨论 其他的主题还包括俄罗斯武器控制 区域安全北约2030倡议 以及加强北约与亚太合作伙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 会议期间蓬佩奥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 肯定了北约在确保和平与繁荣方面的关键角色 据纽约时报周三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 他不会立即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也不会立即撤销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另一方面美国反间谍主管警告说 中国的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拜登的未来新政府的高层人员 拜登对纽约时报说 希望对美中贸易协议进行全面的评估审查 并与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进行磋商 拜登说最好的对华战略 是让美国的每个盟友都站在同一战线上 他还表示在美国国内进行重大投资之前 不会与任何人签订任何新的贸易协定 另一方面国家情报总监属下的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 伊凡尼娜星期三说 中国情报人员已经盯上了拜登的未来新政府高层人员 及接近拜登团队的人员 他说将会向拜登新政府做出简报 通报中国如何展开情报活动 联邦调查局局长说 该局调查的约5000件反间谍案中 几乎半数与中国有关联 包括前香港中置秘书长黄之锋在内的三名香港活动人士 这个星期稍早遭判刑入狱的消息 引发美国国会两党一致强烈谴责 多位议员纷纷表态 对判决结果感到震惊 批评北京再一次摧毁了承诺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自治 有关详情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 一华 好的卡拉 尽管华盛顿朝野政治的氛围相当的紧张 分裂 不过在这个国会民主共和两党 在这个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前主席林朗燕和前成员周庭 被判刑入狱的消息上 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一致 都是严厉的谴责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 称他们是在进一步的打压政治意见人士 那么并此同时呢 这个也批许多的议员也纷纷表态 对于这个这项判决结果 是以震惊和愤怒来表示他们的回应和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 长期一多年来呢 是在香港的议题上表示支持 香港争取自由民主诉求的示威者 那么佩洛西星期三特地对此发表声明 佩洛西甚至是以这个令人法指 来形容这项判决的结果 佩洛西还在他的声明当中说 这种不公正的判决 清楚地证明北京将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意见人士 摧毁允诺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 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 捍卫那些被北京压迫的人 并且支持香港人民的自由 正义和真正的自治 佩洛西还呼吁全世界同声谴责这项不公正的判决 以及北京对香港人民自由的广泛攻击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佩洛西还提到美国国会对于这个被判刑入狱的这三个人 未来是否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罪名的指控 而加判更长的刑期表示忧心忡忡 除此之外呢 在参议院方面多位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他们对于这项判决结果呢 感到相当的震惊 同时也认为北京已经完全摧毁了 一国两制的承诺 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他会认为北京的首席 会认为北京的首席 所以我会不会做的事 如果我会在这个程度 它是一个正确的正确 我认识他在 Washington 他是一个平坦的伺候 对香港的户属性 而世界的声音应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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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question is then how does Congress respond to China's actions as it relates to Hong Kong and is it willing to go ahead and create any consequences, i.e. sanctions or other actions as well Now we're almost at the end of Congress, I don't know what we can do But hopefully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look at this situation differently tha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think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He has already said that as it relates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e intends to be an advocat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nd it will be one of the pill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gain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 I think Hong Kong is a prime candidate for the voice of the Biden-elect administration to be raised As it relates to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 mean what it says to the world is that China has absolutely no intention of living up to its treaty The obligations as regards Hong Kong That it feels it can crack down on the basic liberti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 total impunity And that it intends to do the same thing it can Everywhere it can reach and extend its power It's very brazen on their part Very very brazen 參議院外交委員会的主席李氏参议员呢 星期三同样是以书面声明对于这项判决结果呢 予以谴责 那么李氏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 甚至是以卑鄙的可耻的这样的词呢 来形容这项判决结果 李氏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 北京对香港的过度干预已经导致法制彻底被侵蚀 这三名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的人都应该被立即释放 并且撤销所有对他们的指控 我们知道目前呢 这个本届国会的这个疫情呢 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众议院呢 预计在下个星期五就会结束所有的议程 所有的议员也会返回各自的选区 那么国会当中虽然目前有许多的法案 都是支持为这个受到打压的香港人民来提供政治庇物 不过呢 这些法案目前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么法案如果要在这个汇集获得通过的话 必须要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取得进展 不过这样的这个前景呢 和这样的这个 有这样的要突破重围来取得这个两院的这个通过 可以说是难度相当的高的 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 感谢一华的联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一致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 成为两院通过的跨党派法案 带特朗普总统签署及成为法律 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 如果连续三年美国上市会计监管委员会 无法对一家外国公司的审计进行检查 美国证交委将禁止这家公司在美国交易 这项法案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 他们是否被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内的外国政府 所拥有或控制 该法案原始发起人肯尼迪和范霍伦参议员 在众议院通过了这一议案后发表声明说 共产中国现在正利用美国证券交易 来剥削把退休金和大学储蓄 投入上市公司的美国工人和家庭 并称赞参众两院共同拒绝了一个有毒的现状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本周二发布视频 来自多国的立法者鼓励人们购买澳大利亚的红酒 以应对中国对澳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制裁措施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于周四通过法案 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协议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法案是针对中国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本周二发布视频 来自多国的立法者鼓励人们购买澳大利亚红酒 以应对中国对澳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制裁措施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今年6月 由来自19个国家的200余名立法者组成 去该联盟网站介绍 这些立法者致力于遏止北京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因为这威胁到民主的价值和实践 中国上周宣布将对澳大利亚出口红酒 临时征收212.1%的反倾销关税 澳大利亚批评关税不公平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多位成员 在视频里号召购买澳大利亚红酒 以此表示民主国家不会屈服于中国极权的霸凌 另一方面 澳大利亚议会周四通过法案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有权否决地方政府 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协议 在新的法案下 任何对澳大利亚外交关系不利 或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不符的协议 都将遭到否决 虽然莫里森强调这一新法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法律是针对中国 并可能进一步削弱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司法部官员说 自从今年夏天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 针对中国访问学者隐瞒军人身份展开调查以来 超过一千名中国学者已经离开美国 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莫斯 星期三说 正当司法部针对在美国从事工业和技术间谍的中国人 展开多项形式调查时 这些与中国军方有关的研究人员离开了美国 德莫斯今年8月表示 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是因为该总领事馆指导了这些中国军人学者 在美国的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行动 司法部11月16日表示 为反制中国对美威胁所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 在过去一年成果显著 并将继续致力于实现这项行动的目标 应对和阻止中国的违法和恶意活动 当选总统拜登在本星期早些时候任命了经济团队的主要成员之后 星期三又和多名民众在网上会面 拜登承诺说将在就职之后迅速推出大规模纾困计划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 再次对11月初的大选结果提出质疑 来看报道 拜登星期三和多名民众举行了视讯会议 与会者大多来自经济因新冠疫情而遭遇重创的地区 拜登说美国的经济一定会复苏 但复苏的过程将极为艰难 拜登对与会民众表示 他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前无法采取具体措施 但是他敦促国会在年底前通过纾困法案 拜登对已经获得两党部分议员支持的总值908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表达了支持 拜登强调美国人需要尽快获得帮助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发表了长达46分钟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再次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 并指称大选中存在舞弊行为 此前一天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表示 司法部的调查没有发现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大规模选举舞弊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周四美国股市普遍收高 标普500从昨天的历史高点小幅回调 今天发布的上周首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 也达到了疫情开始以来的低点 缓解了市场的忧虑 道琼斯指数收报29,969.52点 涨幅为0.2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377.18点 涨幅为0.23% 标普500收报3,666.72点 跌幅为0.06% 另外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 民主党人佩洛西继续就疫情纾困法案进行谈判 麦康奈尔表示 有望在年底前达成共识 而佩洛西的发言人也表示 双方都有尽快达成一份全面的预算案的意愿 特朗普总统批评选举舞弊 让许多的共和党人心中产生疑问 佐治亚州是在大选之后重新计票的一州 自从1992年以来 该州还没有投票支持过民主党人担任总统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 报道了共和党对总统选举的意见分歧 亚特兰大市有500万人口 是佐治亚州最大的城市 四年前布兰登·尼文斯从旧金山搬来 从事技术行业工作 他认为亚特兰大是一个比较便宜而充满机会的地方 尼文斯曾投票支持前总统奥巴马 四年前他决定投给特朗普 2020年他再度投给他 谈到选举结果 尼文斯这样说 梅根·史密斯是来自郊区的教师 他对选举结果很有意见 参加青年共和党员会议的人同意 在对问题和选举的看法上 他们并不是一个大统一的团体 佐治亚州总统竞选的差距甚小 反映出政局的变化 由于美国其他地区的人 迁往佐治亚州创造了更多的政治多样性 政治学家斯科特·布坎南说 共和党人对特朗普的不同看法 是导致总统在佐治亚州的选情不如预期的另一个因素 不肯南说 尽管四年后共和党的势力难以确定 尼文斯说 他会考虑再投给特朗普 佐治亚州下一次的总统竞选 是否像这次一样接近 可能取决于选票上的人选是谁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 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朝鲜事务专家 哈里·卡吉亚尼斯 援引两位匿名日本情报界消息人士的话说 中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家庭 提供了一种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 卡吉亚尼斯说 不清楚是哪家公司向金正恩提供的疫苗 也不清楚这种疫苗是否已经被证明有效 路透社发自首尔的报道说 美国一位分析家星期二 援引两位匿名日本情报界消息人士的话说 中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其家庭 提供了一种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 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朝鲜事务专家 哈里·卡吉亚尼斯说 金正恩和几名朝鲜高级官员已经接种了疫苗 他补充说 不清楚是哪家公司向金正恩提供的疫苗 也不清楚这种疫苗是否已经被证明有效 卡吉亚尼斯在1945网站撰文写道 金正恩和金家内部以及领导层圈内的好几名其他官员 已经在过去两三个星期内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 这是由中国政府提供的一种候选疫苗 他原因美国医疗科学家彼得·霍特兹的话说 至少三家中国公司在开发新冠病毒疫苗 包括科兴生物 康希诺生物和国药集团 国药集团说 该公司的候选疫苗已经在中国 被近100万人使用 但外界并不知道这三家中国公司 有任何一家已公开对其实验型新冠病毒疫苗 启动了第三期的临床实验 朝鲜并没有证实有任何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但是韩国国家情报院已经表示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因为朝鲜在1月末关闭边境之前 与病毒源头中国有贸易和人员往来 微软上个月说 两个朝鲜黑客组织 曾经试图侵入多个国家的疫苗开发商的网络 但微软公司并没有说具体哪家公司是攻击目标 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 这些公司包括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 韩国国家情报院上星期表示 挫败了朝鲜对韩国新冠病毒疫苗制造者的 黑客袭击的企图 全世界最大的数码相机 花费十多年的时间建造 耗资7亿美元 但是到最近才拍摄了第一张照片 它是美国政府两个部门的合作项目 目的在于记录长达十年的宇宙图像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 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影项目 即将在智利的一个边缘的山巅开进 演员近有几十亿 那么主题呢 是关于整个能见的宇宙 史蒂夫卡恩正在指导打造一台 三十亿像素分辨率的相机 这大约相当于一个智能手机图像大小的三百倍 将以延时摄影方式记录长达十年的夜空 美国政府资助的相机所收集到的空前数据 将有助于探索两个重大的科学奥秘 即暗物质和暗能量 但是研究人员为这个相机的启用测试 所选择的对象 却是平淡无奇的罗马花椰菜 要以全尺寸显示花椰菜的图像 需要378个超高清电视屏幕 全球各地的科学家 将与民间科学家一起分析这个相机的数据 卡恩说星系的数量足够 让地球上每一个教室选用一个 给予学生发现超新星的潜在机会 这台相机预期在2023年开始收集图像 美国之音迪布尔报道 由于新冠疫情 民众无法亲自前往参加 2020年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仪式 不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在11月30号当天 录制了点灯仪式的全程 从周四起 供民众在网上观看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看一看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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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